大家去了东阳国小口琴队 成立有十多年的历史 不但有有丰富的演奏经验 更多次是夺下了全国冠军的书轴 而今年校方是跳脱以往 在室内表演了模式 这一天是特别带领孩子们走出了户外 来到厚里知名乐园的门口 首度尝试挑战快闪演出 一年带来多首的经典曲目 也吸引不少路过游客 纷纷停下脚步来聆听 而精彩的演出表现 也成功获得全场的喝彩 新款的旋律 孩子们聚精会神的吹奏器 各式口琴 也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聆听 这一拳来自大甲区东阳国小的口琴队 校方为了跳脱一望 室内表演的演出模式 就特别带领孩子们走出户外 来到厚里知名乐园门口 来展开一场快闪演奏会 听起来很兴奋很振奋的感觉 他们很多人都吹得很整齐 对很整齐 我觉得他们的口琴很厉害 怎么说听起来 就是很棒 我虽然已经表演蛮久了 但是这次比较特别是来户外表演 跟同学一起吹比较好一点 不是自己吹 自己吹的话会有点紧张 一首首今天曲目也让不少人是开心的 跟着音乐打起了节拍 而校方也表示 为了这场快闪演奏会 除了要克服户外场地跟音响设备外 事前孩子们可是投注许多时间跟精神 来做排练的工作 并且学习训练能量 才能完成这项户外演出挑战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样子一个户外的场地 所以说我们许多的条件都需要去尝试跟摸索 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学习到非常多的经验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 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户外教学机会 平常他们都会有各组的小组长 会带着他们练习 然后再一个一个去做检测验受的动作 对所以他们平常的自 因为藉由这样的练习的方式呢 所以他们的自我要求 自我管理的能力就会增强 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 台中这个大甲地区的这个东阳国小呢 来我们这个度假区做了一个快闪的一个音乐演出的活动 那小朋友们这个演出非常棒的一个口琴表演 那让我们这个乐远的一开始呢 就充满这个非常美妙的音乐 营造了那个非常棒的一个乐远气氛 消防还表示活情退成立已经有十多年时间 尽管拥有丰富的演奏经验 更多次夺下全国冠军 但追回师生团队 能够完成首次的户外快神演出 不管是心态上或者是演奏方式上 都将帮助他们继续成长茁壮 这冲换台中才封道